政治圈大家都是要拚架而已 欸 其實呢 這個台中的三線海線 跟您剛剛看到 園林三線海線 居然也曾經出現過什麼 山海衝張大亂鬥 十幾年前喔 山海之間喔 發生一些很多的事情啦 中華以前有一個角頭 叫林明勇 林明勇他在中華開一間 很大間的酒店 但是這間酒店不是 不只是說 他自己的而已 後面都很多兄弟 高等的 有一天喔 林明勇 出去吃宵夜的時候 那種大條 大條的時候 那時候 角頭就說 林明勇翁 翁身魚了嘛 大條魚了 沒有幾乎酒店打給人 你知道嗎 打給人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 有一個 年輕人 叫做牛皮 王俊蕊 王俊蕊 這牛皮 以前是帶林明勇的 所以 他這個酒店打沒魚的時候 牛皮 他就跟這個中華 角頭老都來講 他說你酒店也沒魚了嘛 我們大也有高等嘛 這我們大也翁身魚了對不對 不然你是不是 要拿一些錢 照顧 家裡的人嘛 讓他去辦松書嘛 這個角頭老都來 沒在心 高音 撒撒撒 你跟我說 你平時跟我說 無動於衷 無動於衷 那時候牛皮就很氣了 你知道嗎 開始 這個角頭老都來 中華 所有他開的公司 都到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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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到穿的時候 中華這個角頭老都來 他一聲聲就盡量誰做 牛皮啊 他一聲聲就牛皮啊 王俊蕊做的啊 他就像我沒有人而已嘛 沒想到這件事後 我所有的店都會給我開穿 所以 中華 角頭老都來就對了 中華他們都算算算了 中華這個老都來就說 他最棒的老都來說 你喔 最好把牛皮交出來 只要不然我們兩名換名 這個 真棒老都來就說 牛皮 我又不拚啊 你找我要做什麼 對不對 我又不拚啊 所以 這個老都來那時候 忙於選舉就對了 也沒有放在心上嘛 因為 高音那些 要怎麼知道是誰是誰嘛 中華這個老都來就 他說 我剛才說嘛 他名換名嘛 所以一天 一天喔 這個吳東方 這個吳東方 我剛才說的 他在 他在 海線裡面 我怎麼算 很棒的老都來 他一邊喔 去金錢報 喝酒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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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台車 他那台車 他有再一個車子就對了 另外一台車 在頭前 另外一台車 有四五個車就對了 你嫁台中 從金錢報帶的時候 你嫁台中 台中 要嫁一個青紅頂的時候 他剛才那台車 紅頂已經過了 但是他沒過了 他就停在紅頂 他就停在紅頂 這個時候 開始有三個黑衣人出來 紀明 中華這台米那些 七四五的 米那些 欸 三個人去 長短槍 不停 不停 無東方死的 裡面 加在那個車子 還沒到胸 只有差勁而已 怕到了 這事情 鬧很大 因為剛才選機制 無東方那種 大事的時候 過一年 過一年 要接無東方這個人 叫馮志遠 他就接無東方的威 這個 這個 馮志遠 他隔年同一天 也是選舉權 我們以前選機 是不是每年都有選機 以前還沒交易的時候 每年都有選機 所以他也是在選機前 同一天 跟吳東方同一天 同月同日 馮志遠那些都大條 馮志遠那些都大條 吳東方那些都大條 吳東方又大條的時候 吳東方就開始放風聲 吳東方就放風聲說 我絕對要替我們桌子 一雪前子就對了 我絕對要報收就對了 就是因為這樣 吳東方的王俊瑞 是怎麼成為頭號槍擊要辦 他就是要替我們桌子的報收 所以他如果懷疑的人就對了 他如果懷疑的人 他都去開槍了 他都去開槍了 所以之後 剛才行事局 那時候 開始要火拼的時候 那時候加在有一個人 有一個 有一個到他差不多二三歲 叫明陽修的 出來檔案 說吳東方是我堅持的 出來檔案 但是警方 有人出來檔案 但是警方也知道 明明有三海人 明明有三海人 馮志遠那裡也三海人 所以 長期吳東方和馮志遠 是類似 類似同一批人 我們可能只有你一個 但是那時候 只要有人來檔案 警察有人來檔案 就好 怕怎麼結束 所以就是因為有人投案 才避免 山海線 一場火拼